温暖跨海交流 两岸NGO 等多项元素 参加一项两岸公益比赛 获得肯定 我们今天节目中 很高兴访问到 美丽台湾公华协会的 运输长赖一荣 赖秘书长 来为我们分享 百变旗帜的缘起 以及提供的服务 运输长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 还有主持人大家好 运输长您可以先 跟听什么介绍一下 协会成立的缘起 还有主要的 重点工作服务项目 有哪些呢 其实美丽台湾公华协会 是一个蛮新的协会 是去年成立的协会 但是呢 就这个体制回收 再利用的业务呢 事实上已经 从2011年开始 那最早的这个前身呢 是美化环境基金会 那因为美化环境基金会 的历史任务结束了 所以由这个 美丽台湾关怀协会 来接受 那最主要的这个 重点任务呢 我们有两项 那一个呢 是有关于海外的 国际服务学习活动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百变旗帜 就是回收广告旗帜 竞选旗帜 还有各式各类旗帜 然后把这个旗帜 再利用发挥更大的价值 是 秘书长 讲到这个百变旗帜 回收再利用计划 当初是怎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呢 当初的想法 最主要是我们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看到每一面旗帜 上面有中华的文字之美 然后还有每一面旗帜呢 也有属于台湾的故事 我们就可以想象说 比如说台湾有很多的 表演节目啊 或者是原住民活动 或者是客家活动 那很可惜 就是旗帜经过 在街道上 大概14天的时间 然后就这样回收掉 我们觉得很可惜 包含旗帜的前端 有很多的余料 是还没有被使用过的 那上面美丽的图腾跟文字 然后就这样被烧掉 或者是被丢弃 那我们觉得很可惜 因为每一份的资源 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那如果我们可以 多一份的运用 那同时又可以让 更多的学生 变成环境教育 然后让更多的人 可以体会到 环境资源的重要的话 那不是很好吗 是 所以当初有这个构想 最主要是 透过策展的方式 让更多人来认识 这个资源的重要性 是 比如讲您刚刚说 包括策展还有学生 跟我们介绍一下 旗帜回收之后 要怎么样再生利用 那协会其实就像一个平台 旗帜呢 就像一个素材 所以我们跟学校 不同的科系 比如说像中原大学的商社系啊 或者是福人大学 织品系 或者是气管系 让学生们 在他们学校所学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 旗帜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让他们发挥 比如说像织品系 他们设计了服装 中原商社系 他们设计了旗帜的创意作品 然后还有我们跟气管系的合作 他们想一些行销企划的活动 那我们甚至还有跟体能中心合作 也就是当企业有这样的一个旗帜的时候 产生 不管你是消费者或者是制造者 那我们都提供一个旗帜回收再利用的服务 然后厂商们或企业们可以把旗帜交给我们 我们经过设计之后交给身心障碍的团体 或者是二度就业妇女 让这些就是弱势团体可以有一个工作的机会 然后做成企业所需要的这些产品 或者是他们需要用的东西 那他们再购买回去变成一个循环 让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利互惠 秘书长您刚刚讲到说策展 那这个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比如说像今年的11月底 11月24号到12月7号 我们在华山国久礼堂二楼 那我们会举办一个百变旗帜展 那我们结合不同的学校 然后比如说有设计专长啊 或者是视觉艺术专长 或者是知识系专长的学生 或者是一些艺术家 那我们提供这样的舞台跟平台 让大家去发挥想法跟发挥创意 然后同时可以让民众参与这个展 然后免费制作一个自己喜欢的体制小物 哦是 那在教育方面怎么样让学生们可以更了解 机制再生回收利用 蛮有趣的就是我们 其实这个展呢 它是一个延续性的 也就是说 我们透过学生们的创意跟想法 那我们跟一些国小的美老老师合作 然后把学生们的创作 比如说曾经这个台北商业大学 他们运用旗帜做成玫瑰花 然后我们就进去这个学校 教小朋友做 把这些材料都采好 然后让小朋友做成玫瑰花 然后变成生命教育 孩子们除了了解这个回收再利用的重要性之外 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小礼物 然后感恩他的父母亲 在这个玫瑰花上面写下感恩的祝福 所以旗帜回收再利用 可以让这个旗帜不断发挥功能 也有很多教育意义跟周边的一些影响 刚刚秘书长也谈到说 其实跟有些单位合作 像日前台湾的中原大学 用旗帜再生的概念呢 到对岸去参加这样公益比赛 也获得了肯定 那秘书长您可以说明一下 协会是怎么样和中原大学这个团队 来合作摆变旗帜再生计划呢 跟中原大学合作的部分呢 最主要是一个服务行销课程的活动 那美丽台湾关怀协会到学校 去跟学生们介绍 就是美丽台湾这个摆变旗帜的一个理念 包含循环再利用 还有推广之企业 还有学校合作的概念 因为这个学生他们本身有设计 跟企划的专长 所以学生们替协会拍了一支 摆变旗帜整合的理念 跟回收的过程的影片 然后甚至呢 中原大学的商设系的学生 就是这个服务学习课程的学生 那他们甚至设计了明信片 教材还有杯垫的教材 然后让我们协会 未来要推广到各国小或国中的 美劳环境教育的专案的活动 可以使用这些教材 所以结合各多单位 让服务可以更广泛的应用 那不晓得这个旗帜再收的计划 未来会推广到海外去呢 我们很希望可以推广到海外去 那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计划 就是我们希望到日本那边去策展 然后跟不同国家的大学 青年做青年交流的部分 然后同时让世界各国可以看到 没想到台湾它可以利用 这个回收再利用的部分 呈现出台湾宝岛的美丽 另外您稍早也谈到说 协会除了百变旗帜的再收计划之外 也有一下国际的志工服务计划 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协会是进行哪些方面的服务呢 就国际志工的部分 我们现在比较称为国际服务学习 那最主要呢 我们目前这个专案计划 已经连续大概有四年之久 虽然协会是才成立一年 但是过去这个专案 就一直持续的进行 那最主要是协助柬埔寨 那边孩童的营养周计划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 着重在青年彼此交流的部分 因为我们以往都会觉得 柬埔寨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好像我们是帮助别人 那但是透过青年交流的部分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柬埔寨目前的发展 就它的经济 或者是观光或各方面的部分 很多的国家都外资不断的进去 然后当地的青年 他们的教育水准 还有他们的语文能力 事实上或者是国际观的部分 在我这四年服务的过程当中 发现他们进步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他们的国际观 甚至我觉得已经超越 台湾目前年轻人的一些想法 那就是节目债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年 比较特别的部分 我们还有去日本 参与这个日本大地艺术纪的活动 然后协助林顺龙老师 艺术家的服务 在当地的大地艺术纪的创作 那这一次日本的活动蛮好的 是说日本呢 事实上救人口的比例 65岁以上的老人 在日本大概占20% 那台湾是10% 那柬埔寨是5% 就是说我们到日本去观察 参与日本的大地艺术纪活动 同时也观察日本社区的问题 然后提早让我们的青年发现 台湾未来会面临的问题 那这大概是我们目前的 国际志工服务 就是国际服务学习的活动 其实透过交流 可以让青年朋友更早了解到 世界各地他们发展的一些情况 也了解到我们自己台湾 有哪些地方可以加以去思考跟应用 最后就是协会未来 在国际服务学习部分 还有百变旗帜 回收再利用计划这方面 还有没有规划 或者未来可能一些应用方向呢 我想协会最主要的目标 其实是希望帮助更多的青年 就是透过协会这个平台 找到自己的价值 那不管是往外看 或者是在台湾的百变旗帜 那如何让现在台湾的大学生 或者是社青社会青年的这一块 可以真的从参与的过程当中 体会到资源的重要性 还有就是我们生长在台湾的这一块土地 我们应该怎么样贡献 跟回馈我们自己的土地 是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美丽台湾关怀协会秘书长赖一荣 赖秘书长为我们分享 美丽台湾关怀协会成立元起 还有百变旗帜计划的详细内容 以及协会提供的相关服务 非常谢谢美丽掌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